做完胃镜后多少天恢复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如果进行的是普通胃镜检查 那么我们在做完胃镜之后两小时 就可以去进食进水了 可以喝点温水 吃些流食半流食 因为我们做胃镜的时候 要口服一个局部的麻药 如果进食过早 那么我们在吃饭喝水时 会引起来呛咳 如果患者做的是无痛胃镜检查 那么我们建议在检查之后的 三到四小时 再喝温水吃流食 如果患者在做胃镜期间 取了活检 加取活检化验了 那么胃镜膜有损伤 这个时候呢 喝水的时间再晚一些 一般是在检查后四到六小时 如果在胃镜过程中呢 还可能发现了吸肉 直接进行了吸肉的内镜下治疗 那么我们根据吸肉的大小和个数 决定进食的时间 一般呢是24到48小时以后 再开始喝水 然后呢 喝米油 喝稀饭 开始逐步的从那个流食 过渡到半流食 一般来说呢 做过普通胃镜检查 在两小时以后呢 进水 进流食以后 我们就可以 当天可以过渡到正常的饮食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做过吸肉的病人 我们要注意的话 就是24到48小时 进食以后呢 我们建议就是 先是喝水 然后喝米油 喝稀饭 在后面呢 可以像那个吃那个龙须面 软面条 这种半流食过渡 一般在一周以后 再恢复正常的饮食 我就 bei Reading